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動蕩不安的2020更子年已經到了歲末 人類即將迎來前途未覆的新醜年 目前無論是現實中瘟疫的走向 和科學家的警告 或是古今預言的警示 都一致指向了人類即將迎來更大規模的瘟疫 人們普遍關心的是當大疫來襲時 自己應該如何避禍就福 我們可以從當今疫情的形勢 各種預言的啟示 看清瘟疫的走勢 並從科學和預言的交回點上 一起來找到避疫良方 1.變異病毒極具傳染力 新毒株已失控 2020年12月21日 英國衛生大臣漢巧克 表示中共病毒發生了變異 並已失控 他警告人們 所有人都必須好像自己感染了中共病毒 那麼小心 儘管全球數十個國家對英國實施了旅行禁令 但仍然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陸續發現了中共病毒的變異毒株 包括歐洲的德國 法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傳統大國 1月5日 英國已經連續8天 單日新增病例超過5萬宗 考慮對日軍檢測量所限 實際感染人數恐怕遠遠不止這個數目 在過去一年中 英國累計感染中共病毒的曲線圖呈上拋物線狀 在12月份出現了加速度的新拐點 我們可以再換個角度感受一下變異中共病毒的蔓延速度 從2020年1月27日 英國首次發現中共病毒到7月27日 這6個月中 英國累積感染人數為30.1萬 而從2020年12月29日到2021年1月3日 這6天中 英國累積感染人數就高達31.1萬 2021年1月4日晚上 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英格蘭再次進入全國範圍的封鎖 預計將持續到2月中旬 2020年歲末 德國的中共病毒死亡人數曾暴增趨勢 12月1日至12月31日在德國疫情爆發以來死亡率最高的一個月 超過16,000人死於中共病毒 其中12月29日 德國單日死於中共病毒的人數超過1100宗 創下了單日死亡人數新高 相比之下 德國在6至9月這4個月的累積死亡人數大約只是1000宗 12月26日 德國為首批民眾接種了中共病毒疫苗 截至2020年底 德國共有13萬多人接受了疫苗注射 德國政府因無法及時採購充足的疫苗而遭受到嚴厲的批評 而法蘭克福大學病毒學教授西什克 Sandra Sisek 則警告人們 切莫誤以為接種了疫苗 就能夠很快壓低中共病毒的死亡人數 2020年12月下旬 英國政府科學諮詢小組成員輝格信 New Ferguson 說 有跡象表明 變異後的病毒感染了更多的15歲以下的人 無毒有偶 南非衛生部長穆凱茲 Swiley-Moukatz 也表示在南非的變異毒株引發的第二波中共病毒疫情中 更多的年輕人被感染 而且年輕人更容易發展為重症 除此世界各地陸續爆出年輕人因感染中共病毒死亡的案例 2020年12月26日 美國紐約上週年僅4歲的幼童哈里斯 Saviyah Harris 因感染中共病毒不致身亡 成為當地染疫死亡的最年幼患者 同年12月28日 日本媒體報告了第一位死於中共病毒的國會議員 羽田紅一郎子又53歲 是日本前首相羽田芝的兒子 他在12月24日出現了感冒、發燒等症狀 還未來得及檢測 27日就被送往醫院 經搶救無效死亡 12月29日 一位年輕的美國議員萊特洛 Luke Letlow 感染中共病毒去世 萊特洛只有41歲 他在生前剛剛當選 但還未來得及宣誓入職 就離開了人世 科學界與預言界同預警 更大瘟疫在後頭 根據世衛在2020年10月底發佈的消息 WHO的緊急衛生計劃執行董事 賴恩 Mike Ryan 在一個新聞發佈會上警告說 現在的瘟疫不是最大的 賴恩表示 這個病毒傳染性很強 很多人得病死去 但目前這個病的死亡率 相對其他可怕的疾病來說還是低 這樣對我們應該是一個警告 他還說 下一波的大瘟疫或是更加嚴重 威脅將繼續存在 美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主任福西 Anthony Fossey 也警告 他預計未來中共病毒的肆虐會更加激烈 美國未來幾週情況會越來越差 此外 美國前戰醫生組織的醫生成員 烏索 Richard Erso 警告說 當前世界各地出現了多個中共病毒的變種 會引發致病性 從而令人們在接種疫苗後死亡率更高 從上文提到 無論是變異病毒在英國的蔓延速度 或是德國暴增的中共病毒死亡率 以及病毒對年輕人的感染率和致死率的明顯提高 這次中共病毒的二波瘟疫彷彿在百年前歷史的重現 1918年春天 西班牙流感剛爆發的時候 和一般的流感無異 因此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 然而同年的秋冬季節 當變異後的二波流感瘟疫反撲的時候 形勢就有了天淵之別 發生變異的西班牙流感病毒 以劇毒毒株的形式出現 傳染性急劇飆升 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蔓延到世界各地 不少較為偏遠的地方也未能行面 而且變異的病毒致死率也暴增 令患者在數小時至數天的短時間之內死亡 而且西班牙二波疫情主要瞄準了年輕人 奪走了大批賺錢養家的青壯年人口 留下了無數孤婦寧丁的老年人 皇帝地武經簡稱地武經 是一種預言詩千百年來在中國民間廣泛流傳 能夠預告百姓時運的興衰 農作物生產 以及加速的情況等 對於2020庚子年 地武經提到 更看三冬裡 山頭起墓田 這樣或者意味著庚子年歲末 會有很多人死去 而對於2021生醜年 地武經則直指 人民流一半 慘烈程度可謂驚深 朱世紀是16世紀法國著名預言家 洛察丹馬斯留低落來的預言名著 曾準確預言法國大革命 拿破崙的興起 希特拉和納粹的出現 馬克思和共產主義對人類的肆虐 以及911事件等 日本學者 在統計後表示 朱世紀預言的應驗率高達99% 對於2021年的瘟疫 洛察丹馬斯的預言 和地武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朱世紀說 留不下多少年輕人 一開始就死一半 這裡還特別提到年輕人 會成為主要受災群體 和當前變異中共病毒的特性相吻合 2019年8月曾準確預言中共病毒的印度神童阿南德 在2020年11月上旬再度發布短片 對未來展開新的預言 他說 大災難包括流行病 中共病毒二波瘟疫 疫苗出問題 經濟崩潰等等 將來臨 並且大多數災難會在2021年2月前 就會顯現出來 拿督鄭博健是馬來西亞原商導師 同時也是當代著名預言家之一 鄭博健過去針對2020年的多項預言 基本都已經成為現實 包括類近SARS肺炎的疫情 經濟下跌 財源危機等 針對2021年 鄭博健認為中共病毒將發生變異 受災人數將飆升 而且可能出現其他類別病毒 和現有病毒一起對人類生命構成雙重威脅 3 科學與預言的交匯處 被疫苗方顯然 全球疫情大數據的統計分析顯示 中共病毒好像有眼睛 在世界擴散的路徑有跡可循 總是沿著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國家、城市、組織和個人一路傳播 而且越親共 疫情越嚴重 首個加入一帶一路G7工業國的成員意大利 在中共病毒爆發後成為歐洲首個遭受重創的國家 作為中共的小兄弟 伊朗充當了中共滲透 歐亞非的戰略樞紐 瘟疫爆發後 伊朗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 美國被中共滲透最嚴重的紐約州和加州 也是美國疫情最為嚴重的兩個州 此外 德國 法國 西班牙等多個國家 都以不同的形式親共 因此都深陷中共病毒的泥沼 相比之下 反共的台灣雖輪近大陸 也未禁足 沒有叫停經濟 但就維持著很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 一舉成為世界抗擊中共病毒的典範 中共病毒掌眼睛的更具體線索是 統計數據發現 病毒甚至能識別人的政治面貌 儘管中共極力隱瞞染染死亡人數和死者的具體信息 但一份大陸某單位內部統計的2020年2月份死亡名單顯示 該單位中共病毒死者當中 中共黨員的比例竟高達88% 而且死者中 年齡分佈均勻 年輕人佔了將近一半 2020年3月份 網上廣傳的另一份死於中共病毒的 317人死亡名單顯示 死者當中 黨員高達200多人 也是佔了大多數 而每100個中國人中平均只有6、7個黨員 這個足可見中共病毒瞄準中共黨員的精準率 無毒有偶 美國的一項疫情數據對比顯示 2020年5月1日至11月11日期間 中共病毒在親共的南州的致死率長期高出 距共的紅州一倍 既然瘟疫直奔中共和親共者而來 那麼拒絕並遠離中共 就是被疫最關鍵的一步 截至2021年1月初 已經有超過3億7千萬的中國人做了三退 去出了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中華傳統文化中 人們普遍認為瘟疫是由瘟神帶來的 是對邪惡的清理和懲罰 西方文化中認為瘟疫是神對 人背叛神的懲罰 因此中西方傳統文化都認為瘟疫是長了眼睛 這樣與現代科學大數據分析是相吻合 洛察達瑪斯在預言中告誡人們 共產黨是魔鬼在人間的代理人 大災難是神在人間淘汰惡人 不信神而與魔鬼為伍的人 洛察達瑪斯提醒人們 避開劫難的關鍵在於遠離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 明朝開國宰相劉伯瘟 在陝西太白山劉伯瘟悲記中 正準地預言了中共病毒爆發的時間和地點 若問瘟疫何事宴 但看九冬十月間 也即是2019年冬天 王曆十月對應公曆的十一月 三受胡廣遭大難 四受各省起狼煙 胡廣為湖北古代的稱為 瘟疫中封省封城的戒備狀態 由於各省狼煙四起 劉伯瘟將劫難中保命的胡申符 用字迷的方式也點了出來 七人一路走 引有盡了口 八王二十口 三點加一歐 三個字的字迷就是真、善、忍 而印度神和阿南德則反覆提醒人們 躲過瘟疫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信神 而無神論的中共是最反神的 他的鼻祖馬克斯就是撒旦教徒 因此要想真正信神 就要和中共徹底決裂 目前有不少大陸的朋友還停留在慣性思維中 不以為老人才是易感染人群 對當前變異病毒的失控未有足夠重視 再加上中共對疫情的刻意隱瞞 導致很多朋友對當前的緊迫局勢掉以輕心 一旦人們能夠靜下心來看一看 就會發現更大規模的致命瘟疫 很可能就在眼前了 也有不少朋友受中共無神論洗腦教育的毒害 或者覺得預言和信仰並非科學範疇 因而冠以迷信 從而一頁帳目 其實預言和科學並不是對立存在的 剛剛相反 很多預言展現的古老智慧 在現代科學遠遠未能達到的程度 美國航天計劃的開拓者賈斯特羅 Robert Jastrow 曾經說過一句名言 當科學家登上一座高山後 卻發現神學家早就坐在那裡了 這個或者可以解釋 為什麼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 那外因斯坦和牛頓都走向了宗教信仰 目前無論現實形勢 科學家的警告 或是古今中外預言的警示 都較為在庚子年和辛丑年的巨大轉折點上 直指更大規模瘟疫即將到來 希望所有有緣人都能盡快遠離中共紅魔 敬天順神 從而備和就福 平安度過即將來臨的大疫劫難 迎接光明美好的未來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即將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